8月25日 美国阿肯色州华人协会到我市开展捐资助学活动 我是6名昆南大学生 每人获得了5000人的资助 市委副书记黄秦参加了捐资活动 美国阿肯色州华人协会一行来到牛厂镇昆南大学新生王秀丹家 了解他家的生产生活情况 王秀丹的母亲患有轻度的精神疾病 父亲早年抛弃他们母女外出 他在亲戚邻居的救助中长大 现在仍既住在姨妈家 但是他读书十分刻苦 今年从福犬中学考上了内蒙古科技大学 阿肯色州华人协会一行都被这个坚强的姑娘所感动 他们拿出5000元助学金交到王秀丹手中 希望他勇敢地面对生活 在大学里努力学习 据了解 此次受阿肯色州华人协会爱心资助的 我是困难学生共有6人 都是今年毕业考上大学的困难学生 协会分别给他们给予5000元的资助 协会表示 他们会将这一项爱心事业继续做下去 让更多的华人华侨参与进来 帮助更多的困难学生圆大学梦 市委副书记黄秦对阿肯色州华人协会的善誉表示感谢 希望大学生们要怀着一颗感恩之心 好好学习 不辜负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关怀和期望 对阿肯色归集合 所有人和感觉 许戈品参与 最后会发生的了一段时间 感觉把必要付进来